進入了今天的第一節,會談談一周回股 尤其是昨晚的現場版 一個比較是一個認真的討論 今天我希望可以輕鬆一點開始,日子中早上 Lohan說昨晚沒有看到,不要緊的 大家有時間再看看重溫 又或者就算昨晚聽了直播 但覺得很想再聽多一次,我覺得值得的,因為昨天有很多不同意見 所以這件事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因為昨天也有一個很認真的討論,關於我們這一季的開始 所以我覺得可以再聽,如果有時間 現在就說回一兩單輕鬆一點的事情開始 第一件事就是關於我們的 前隊長 朗黎就在美職聯就開齋了 朗黎就在一場對Colorado Rapids的 球賽裡面 射入了 美職聯第一球 對方的龍門是誰呢 就是他的舊隊友Tim Howard 即是侯活 我們打一個我們隊的龍門的隊友 朗黎就入了第一球 朗黎就入了第一球 整場的總比數是2比1 朗黎那對D思遠就贏了,恭喜朗黎 朗黎就湧戰受傷了 因為這場球賽到後半段的時候 對方的球員跟他碰撞,就撞到大家看看畫面 流血了,所以朗黎 可以看到他仍然很有火氣 在美職聯那裏 想創一番事業 我覺得是可以 恭喜他,希望他在美職聯找到 另一個高峰,我也希望祝福他 OK 另外 Ebar 厲害了,在美職聯代表洛杉基印河 對著Colorado City的比賽 在美職聯第一場連中三元 他之前已經試過幾次入兩球 Brazer 這次是Hattrick,第3連中三元 亦都因為他 LA Galaxy 真的一個全家 為什麼呢 他入了三球之後,總比數是4比3 對著Orlando City 就勝利的 你想想如果Ebar補入了三球 怎樣贏得這場球呢 恭喜Ebar 看到我們的 球員,無論Ebar或者朗黎在美職聯,都打得不錯 阿諾輕說又做救世主 另外Alfred和Leon都早晨 還有一位舊部 蘭尼,很多朋友都提起他 他要第3次加盟 他的舞會 Sbooting 你看到我們的新人 Angelo Gomez 因為他的親戚 表弟 都有贊好 他在這個季前熱身賽 再次代表Sbooting 披上Sbooting的戰衣 希望他在Sbooting發展得好 OK 說完我們舊部的情況 就要說 Eric就說我們沒有中堅了,難道真的叫馬迪 這個我們昨天也有討論過,因為摩尼奴 也有提過這件事 實際上 說真還是假還是 我真的 不敢說 但是 今天我們 第一節 除了剛才說我們的舊部 也會說 官方有個一周的大事回顧 我覺得作為一個 星期二 830 因為昨天做了轉 830來說 今天就是一周的開始 可能有一點奇怪 好 有趣,官網上說上星期 有12件事跟大家一起回顧 第一,輸了4比1 在蜜茲根的球場輸了 給利物浦4比1 老實說 我自己覺得不是跌落地拉扎沙 不過 下半場 的確大家都出了很多 年青 或者比較是富選的球員 我覺得可以顯示到一件事 我們的富選或者年青球員 可能 就比利物浦 有一點點不足 這是真的見到的事實 但一隊的情況是怎樣 這個真的未能夠作準的 我都很同意 摩連奴 因為大部份的一隊球員 尤其是我們 但就算是利物浦 也有部份一隊球員 是未回來的 譬如廢明奴 所以我覺得 這個未能夠完全作準 但是 我們真的少了時間 去做櫃前預備 這個也是真的 OK 另外第二件事 就是 Pierre 顯示到他的質素 因為他入了一個非常漂亮 橙色的佛購 以及我們之前那幾天也有說 他絕對是 在這個 季節熱身賽 做到很多很多東西 給我們賣賣 讓我們覺得 對於他是一個很大的希望 今年 第三件事就是 Fred 我們今年 暫時來講 最大的 簽入 終於第一場的表現 有些賣賣說他的表現可能是中拒中拒 但是 Danny Webber MUTV的主持人說 他挺樂觀的 往往就在一些適合的地方 出現 亦經常使得球可以向前 所以 Danny Webber 小龍問 明早各冠杯8點有沒有WATCHER LONG 小龍 我可以告訴你 明天 如無意外 830速滴 提早8點開始 OK 小龍 Eric說 貴前基本是 練短傳 One touch 就是走位未夠好 我覺得也挺忠肯 我看到幾場球率也挺見到 OK 接著就說A late challenge to the line up 這個我們在 利物圈場球也有說過 史摩玲在操練的時候 剛剛在賽前的操練受傷 好 拜利就挺身而出 要出場 因為本身沒有預計他踢的 因為也要休息 但是 由於他看到太多小將 他就不想小將那麼辛苦 沒有一個大哥帶著他們 所以他挺身而出 代了史摩玲出戰 絕對值得贊的 拜來這個動作 這個舉動 The result is not important 結果就不太重要 這個摩連羅的賽友記者早上會說 迪基亞 回來了 但未正式操練 迪基亞做了MUTV的訪問 他的 電池 已經重新充電 Recharge 所以 我相信很快 他就會再代表曼聯出戰 馬迪 馬迪 就已經在曼茲斯特 這個摩連羅也有說 馬迪 我再重新一次 為何大家覺得 他受傷 但看到他回到 美國的時候又操練 為何無緣無故要做手術呢 摩連羅就說了 他去到美國 菲利德爾菲 找了一個名醫 去看 一個專科 去看他的肚子的問題 看完之後 專科醫生就覺得 做了手術就最根治到這個問題 所以他就接受了這意見 做手術 現在已經回來了 馬迪斯特休養 希望可以儘快預備好 季初未必出得到 但希望可以儘快復出 另外 拜拜LA 因為他們在LA那裏 租練習訓練完了 他們剛剛 昨天已經飛去 邁阿密 邁阿密 預備對皇馬那場比賽 另外有個好消息 因為摩連羅就說 希望各位 因為世界杯優價的球員 可以儘快提早一點 可否你們的 假期短一點 我看到中施和福仔 亦都答應了 未來就儘快 歸隊 這是摩連羅證實了 他們會儘快歸隊 我們又會多兩個正選一隊的球員 另外兩個球員借出去 我們上個星期都已經即時說了 就是 Mathie Willlock 以及 Bowick Johnson 都會外借出去 詳細我不再說了 因為我們已經說了 最後兩件事就是 Yu隊 好像不太 好的消息 Yu阿三 被Loughampton Lead2的球隊 贏了2比0 我們的領隊 Ricky Sprier 亦都說 他們正在試 一個新的陣式 Yu阿三 希望Springer 可以跟Makina 工作 因為Springer 去年已經戴 Yu阿三 希望他跟Makina 緊緊地 待會有漫迷都會提到 Yu隊要跟一隊的戰術上方 更多溝通 才會令到 繼承的問題 OK 另外 Yu15 這一隊很年輕的球隊 Yu15 我們很少看 很可惜 Supacup 在決賽中輸了 1比1 打和 應該是輸12 馬 沒錯 輸12馬 這就是 球會方面 一周的回顧 亦都在這一節 乘機想說多一點點 Eric又問一個問題 他說可以打6號位 普巴是否可以打10號位 這個我暫時不回答你 因為這個問題 要多一點時間回答 遲些有機會 或者未來的星期 我都有機會再講這個題目 Eric你可以有機會 完結的時候 提提我 讓我記得 在遲些時候會講這個題目 因為我 不是那麼認同 可以很簡單地講 第一需要多一點時間去思考 還有 我也想鋪陳多一點點 你去支持 我這個想法 OK Eric 如果你跟大巴的意見不同 或者其他萬米 你們都可以想想這件事 可以PM大巴你們的意見 我可以一次過 說說各位萬米的意見 和大巴的意見 關於 如果彭尼拉真的打到6號位 是否普巴可以推上去打10號位 我覺得是一個有趣的 Discussion 希望大家 給大巴的意見 公開留言也可以 PM給大巴也可以 我找一個機會 找一節專門講這件事 這一節再講什麼呢 這個Dream Team FC 做了一個比較 就是萬聯和萬成的賽前 的比較 雖然 我覺得有時候 人與人之間 不要經常作比較 因為人不給人 就給死人 但是作為球隊 兩隊相似的球隊 兩隊有實力的球隊 作為一個小小的比較 我覺得 可以去看一看 雖然 大家覺得不合聽 可以當 沒有說過 其實也有些參考性 為甚麼這樣說呢 儘管看看 因為這裏報導說 兩方面 無論萬聯和萬成 這次的季前 都是受到世界杯影響的 而兩隊當然有參賽國際冠軍杯 萬聯的事情 我們這個星期 一直都說了很多 我不再重複太多 但是我想趁這個機會 說說萬成 因為 萬成 其實跟我們的情況差不多 他們的季前 比賽都是輸的 這裏看看 哥迪奧納說 他們打了 三場ICC的比賽 但是 摩連奧 覺得 一個負擔 以及 我們的萬聯 很想盡力去打好他 有一點 球傳的感覺 因為我們沒有了很多正選球員 相對來說 萬成是好一點的 他們的正選 一隊球員 相對來說 但哥迪奧納說 你不能夠想像我多享受 這兩個星期 一些年輕的球員 他說那些年輕的球員 有他們的desire 有動力 亦看到他們是可以有經驗 和一些強的球隊比賽 亦聽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對於他們來說 很好的經驗 他會多謝年輕的球員 當然大家都有聽過大巴說 或者摩連奧記者招待會 說的話就很相反 究竟哪一個反應是 樂觀一點或好一點 我不敢說 老實說 始終是一個很主觀的判斷 但我只能鋪陳出 事實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兩個領隊 他對於一些 情況是有少少相似 但那個反應有少少不同 當然我也知道很多朋友會覺得 會不會有一個比較真一點 即是說了現實情況 性格比較真一點 有一個比較假一點 比較說一些客套說話 這個大家自己 判斷了 事實上 他們 記者招會說了這些 第二件事 大家也可以想想 在去年那個球季 究竟這兩個領隊 給了多少機會 他們的年青球員 這也是事實上大家可以自己想想 亦都可以 大家一起 看看 未來這一季 這兩位領隊 給了多少機會 他們的年青球員 這個就是 我想大家可以自己去 想想 亦都可以 看看 他們究竟 只是做無面功夫 還是 很衷心地 給機會 年青球員 OK 這一節最後想說這件事 一個太陽報的報導 剛才明明已經做了 想說有哪位 萬元球員未歸隊 包括 包括 寶巴拉 年格特 努卡古 費蘭尼 他們其實就不是在很遠的地方 為什麼 其實 寶巴拉 努卡古 和費蘭尼 只是比華利山 正正在 LA 年格特 其實 在 邁阿米 福仔 在歸隊之前 都在邁阿米 和年格特 玩了幾天 所以我只能說 這幾位球員 其實他們距離我們的大軍 很近 所以如果他們要歸隊的話 就不難 但是我最後想說兩句 關於 究竟 他們是不是應該歸隊早一點呢 我自己反而抱一個 平常心的態度 為什麼這麼說呢 如果他們做歸隊 因為他們這群未歸隊的球員 基本上都代表英格蘭和 比利時 世界盃到四強 而 還未歸隊的那群 包括我們剛才所說的球員 其實都是挺正選的 最新歸隊的那兩個就是 中斯和福仔 雖然他們都去到四強 但在英格蘭裏 他們沒有什麼踢過的 尤其是Fill Johnson 福仔也是打了幾場後備 所以 他們相對來說的消耗 沒有那麼大 但是我們剛才所說 現在還在投的 馬聯球員 其實他們的世界盃的確是去到四強 打足七場 亦都是比較上正選 老實說 我們 剛剛這個國際冠軍盃 比賽打得不好 要用很多年輕球員 而輸球 究竟重要一點 還是這幾位球員 因為經過一個漫長的球櫃加上世界盃 已經踢了很多場 我們為了國際冠軍盃或者賽前 去放棄他們的 充足的休息 讓他們 令到他們在球櫃預備的時候 沒有做得那麼好 根據阿滴基 剛才所說 他們還沒有充電 充滿回來 幫忙 究竟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 我覺得 大家要自己一個開放的態度 我個人覺得 我自己 寧願讓他們休息多一點 因為他們充滿回來 沒有一個 完完全全的休息 其實令到 未來一個漫長的球櫃 其實是會 是會更加差的 OK 所以這個就是我自己的想法 這一節暫時說了那麼多 下一節就會說一些 大家萬迷的意見 OK